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分清你的需要和虚荣心的界限 有两个人非常渴 喝同一口井水时 一个用黄金杯 一个用陶铺杯 前者觉得自己富贵 后者认为自己贫贱 前者得到虚荣满足 后者陷入无畏烦恼 他们都忘了 自己需要的是水 而不是盛水的杯 生活也如此 快乐源于知足 烦恼 甚至欲望 活的是否快乐幸福 取决于心态 而不是虚荣 和不必要的占有 口渴时 人需要的是水 而不是盛水的容器 但当人饮水解渴后 这时需要的就不是水 而是虚荣心 透过彼此的比较 因忧于对方而感到骄傲 因烈于对方而感到自卑 人在不同的时期 所需求的东西不同 所追求的事物也不同 而很多看似需求的 或追求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 所真正需要的 会追求 会觉得需要 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人 内心某种程度的 贪欲及虚荣心 正所谓人比人 气死人 只有在人们停着比较 不追求虚荣时 才会真正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记得曾看过一篇笑话 有一个人的老婆 很爱买东西 老公就问老婆 你买这些东西 到底是需要还是虚荣 老婆回答 我需要虚荣 希望大家能成长到 有能力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而那样的东西 不是如这个笑话一样 需要虚荣 花开 不是为了花落 而是为了绽放 生命 不是为了抱怨 而是 为了成长 无论何时 莫忘 初衷 好了 做个好梦吧 猜猜猜 只有在人们停着比笑 不追求虚荣时 才会真正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只有在人们停着比笑 不追求虚荣时 才会真正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只有在人们停着比笑 不追求虚荣时 才会真正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成长到 有能力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成长到 有能力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成长到 有能力看清 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嘿 你好 我是红梅 春节 你们都过得好吗 我在韩国大秋 向你问好 今晚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分清你的需要 和虚荣心的界限 有两个人非常渴 喝同一口井水时 一个用黄金杯 一个用陶土杯 前者觉得自己富贵 后者认为自己贫贱 前者得到虚荣满足 后者陷入无畏烦恼 他们都忘了 自己需要的是水 而不是盛水的杯 生活 生活也如此 快乐 源于知足 烦恼 甚至欲望 活的是否快乐 幸福 取决于心态 而不是 虚荣 和不必要的占有 口渴时 人需要的是水 而不是盛水的容器 但当人饮水解渴后 这时需要的 就不是水 而是虚荣心 透过彼此的比较 因忧于对方 而感到骄傲 因烈于对方 而感到自卑 人在不同的时期 所需求的东西不同 所追求的事物 也不同 而很多看似需求的 或追求的 其实 并不是我们 所真正需要的 会追求 会觉得需要 只是因为它能满足 人内心某种程度的 贪欲 及虚荣心 正所谓 人比人 气死人 只有在人们 停止比较 不追求虚荣时 才会真正看清 自己 所需要的是什么 记得曾看过一篇笑话 有一个人的老婆 很爱买东西 老公 就问老婆 你买这些东西 到底是需要 还是虚荣 老婆回答 我需要 虚荣 希望大家能成长到 有能力 看清自己 所需要的是什么 而那样的东西 不是如这个笑话一样 需要虚荣 花开 不是为了花落 而是为了绽放 生命 不是为了抱怨 而是 为了成长 无论何时 莫忘 初衷 好了 做个好梦吧 猜猜哟 5 2 3 6 7 6 8 9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